我們回到700、騰訊 近日見到一些約談 有朋友也有興趣問 問現在可否入現假? 說真的,整個新經濟版塊 我覺得整體貴嶺的部署 特別是上半年來的部署 都偏向上落的炒作 如果真的要考慮的話 還要出現大聲的格局 因為真的要等整個政策 甚至乎過了全年月積期之後 看看估值是否需要去判斷 或者他們的預測是怎樣 那些可能是年中的時間開始 才會有明確的方向 但看起來會是這樣 其實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當然細分下去 始終新經濟股都一大堆 如果剛才問到騰訊 其實說真的,他算是近期新經濟股裏 走得比較漂亮的 因為其實好幾隻 特別是你龍頭ATMXJ也好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反覆的格局 但是騰訊其實反覆得來 偏向是樂觀一點 就是因為要站在所有均線樓上 也都是一樣 其實慢慢是突起頭上來 所以短期不排除 還有一些水位可能騰訊 但是如果你這一刻問到買不買的話 我想就是看剛才提到你的部署是怎樣 如果你純粹為短炒 有,我覺得不是不可以更 但是水位有 但是不是說真的非常多 因為如果再看上去的話 其實就大概510元 我覺得都是比較大的阻力 其實現在這樣看上去也好 大概只剩下30元左右 變相看你是否想這樣 掌握30元的一個賺幅 但是如果你純粹這樣短線部署的話 反而就定下止市 或者離場位會好一點 但我覺得不要說放得太低了 因為你純粹只有30元 其實下面就不要說放得太闊 反而下面來說 如果真的要負一個短炒的部署 20天線是關鍵的 因為其實你見到年初至今 叫做慢慢形成一個少許上升格局 其實都是沿著20天線那樣上的 所以20天線現在大概467是關鍵的 所以你如果負一個短線策略 可以用這10多元 博上面大概30元 變相差不多1博2 那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如果負中長線的話 我寧願就再等等 因為如果它升不穿 所以才慢慢考慮會比較好一點